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 还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 这些弟子们跟着孔子 已经七八年了 八年龙了 从孔子55岁开始 到孔子这个时候63岁 一直在外面周游列国 可是他们一直在碰壁 孔子带着他的理想 带着他的这帮弟子们 到处去推广他们的道义 推广他们的理想 宣传他们的政治理念 但是 一直都是失败的 那么现在又碰到了 这么一个严重的情况 连饭都没得吃了 而且下一步还不止往哪里走 所以在弟子们中间 就产生了思想上的波动 悲观的情绪 绝望的情绪 怨恨的情绪 都在蔓延 那么其中表现的 这位突出的 那就是那个子路 子路运见 子路已经满脸不高兴了 然后问了老师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君子亦有穷乎 君子 像我们这样的君子 这么有道德的人 这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这样一个毫无私心的人 为什么也常常会这样走投无路呢 那么孔子看到了这一切以后 他意识到了 他必须要和弟子们 好好的谈一谈 要化解这一场危机 要重新 鼓起他们的信心 这当然是一种消极的做法 实际上孔子还在想 要利用这一次考验 来提升弟子们的道德境界 提升弟子们 对于自己的人生使命的认识 所以这一场谋乱 在别人看来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可是孔子想 这可能恰恰是一个最好的 教育弟子们的机会 为了让弟子们都能畅属于言 不要互相有影响 他采取了个别谈话的方式 那么他设置了一个情景的题目 一个情景题 说到这个情景也不知道他设置的 就是此时此刻 他们的处境 那子路的 这个火气最大 怨言最多 孔子先把子路叫进来 让这个牢骚最多的人 先谈一谈 他把子路叫进来以后 他问了子路一个问题 他说 诸友啊 实际上有那么两句诗 叫匪四飞虎 率比旷野 我们这些人 是人 不是犀牛 也不是老虎 为什么我们徘徊在旷野 不能够安居在家中 为什么我们颠沛流离 吃尽苦头 不能在家里面安居乐业 然后他问这个仲优 那么 是不是我们的主张有问题啊 是不是我们的主张不对啊 我们为什么会受困在这个地方呢 你谈谈你的想法 那么子路 我们知道是非常忠厚的人 非常天真的人 我上一讲讲到了 子路是一个对道德问题 抱有非常天真的信仰的人物 在他的观念里面 只要我们是一个好人 我们就会心得通 只要我们是一个君子 我们就会受欢迎 只要我们没有私心 我们一心为天下的苍生百姓 那么我们就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这是他的很淳朴的想法 我们一般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当孔子跟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也很疑惑 是啊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 碰鼻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而且到今天 我们还碰到这么样一个严重的情况呢 他也很疑惑 所以他就疑疑惑惑的跟老师说 那老师啊 是不是我们的境界还不够啊 是不是我们的修养还不高啊 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人的境界 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了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达到智慧的高度啊 所以别人不让我们通行呢 那么子路的这个话里面 实际上他的前提是 假如我们是人得的 假如我们是智慧的 我们肯定是心得通的 那现在我们心不通 那可能问题就在于我们 还不够人得 还不够智慧 那他这个思路也有道理 如果子路只是反思自己 我子路有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那就更好了 但是问题他这个地方讲的是 包括大家在内 包括包括老师在内 我们知道孔子这个时候的境界已经非常高了 他六十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到六十二顺了 而且孔子路的这个回答里面 还包含着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是不是我们错了 这是一个很潜在的 一个否定自己的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孔子对于子路的这一个回答 是不满意的 他用反问的方法 来给子路提出来一个问题 孔子说 有是乎 有 替使人者而必信 安有 薄疑书奇 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 王子 比干 是这样的吗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 忍者就一定能得到别人信任 智者就一定能畅行无阻 但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 薄疑书奇 比如 王子 比干 薄疑书奇不是非常地仁德吗 但他们是不是得到别人信任了呢 他们是不是畅行无阻了呢 恰恰相反 他们的人生结局非常悲惨 那么这个薄疑书奇 我们知道是商代的一个小国家 叫孤朱国 国君的两个儿子 薄疑是老大 叔 我们知道是老三 那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老二 那么这个书奇来比较 贤惠比较有才干 所以他们的父亲啊 在死的时候 很想让这个老三来接替 国君的位置 但是我们知道啊 古代的继承制是敌长子继承制 能不到老三 但是父亲呢 很希望这个有才干的老三 老三来接替这个国君的位置 所以嘛 这个父亲死了以后 那老大自然就让出来 让老三来当 老三说按规定 按照一般的规矩 是应该老大来当的 两个人都不愿意做 怎么办呢 逃走了 老大逃走了 老三一看 那我也逃走 他们逃的是什么呀 他们逃避的是什么呀 他们逃避的不是灾祸啊 他们逃避的不是苦难啊 他们逃避的是一国国君的地位啊 所以这两个人品行很高啊 那么最后我们孤朱国的国君 有谁来当的 又老二来做的 这弟兄两个人就逃走了 隐居去了 然后他们听说 西边有一个民族强大起来了 西边这个民族的首领 周文王 周武王 对吧 道德很高 他们说那我们偷奔他去吧 可是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周文王死了 然后他们在路上碰到了周武王 周武王干什么呢 在马车车车车车车上 载住他父亲的凌尾 那个木偷科的那个啊 那个那个那個 loaf 带着诸侯的大军 造反了 要兑翻伤周王了 但这兄弟兄两个人 一下子把周文王这个周武王的马车的 江神给拉住了 你周武王说了一番话 说你看你们的父亲死了 你不去安葬 你这是不孝顺的 你们作为大臣 现在去反叛国军 要杀了天子 造周武王的反 你这是不忠啊 你不忠不孝啊 那周武王手下的士兵很生气啊 对吧 你怎么骂我们的这个首领是不忠不孝啊 就要杀掉他们 那我们知道周武王当时手下有一个大的谋士 江子牙 是吧 他说这个两个人不能杀的 这两个人是仁德之人 把他两个人拉到一边去了 然后周武王大军继续进发 最后就推翻了周王 建立了周朝 建立周朝以后嘛 那么这个伯仪和舒奇 他们说我们是商代的移民 现在的天下已经变成周子了 山穿土地都变成周子了 我们未来表示对商的忠诚 我们不吃周朝的粮食 不吃周朝的粮食 然后就隐居了 隐居到守阳山 这个山在山西 这个地方 在山上干什么 采野菜吃 采微菜 野菜吃 最终弟兄俩人 饿死在山上 那么这两个人 难道不是很仁德的人吗 国军的地位不要了 本来就投奔周朝周的 但是一看到周做的事情 不符合他们的想法 他们拒绝了跟他合作 甚至到义不识周素的程度 真是仁德啊 可是他们最终的结果 不是饿死吗 我们今天你们这一帮的人 只不过是饿趴下了 还没死呢 所以仁德的人 不一定会得到别人的信任 这个结论呢 可能是很悲观的 但是是事实 假如我们不承认这个结论 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 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对仁德的信任 对仁德的追求 因为我们追求仁德 可能想着我有一个好处 我追求仁德 然后我变成仁德的人了 大家都喜欢我 然后我就什么都能做成了 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 那你追求仁德的最终 会中途而止的 所以孔子要打破 子路 对于道德的有效性的迷信 什么叫道德的有效性 就是我做一个好人 然后我有好报 这个好报就是有效性 但是孔子要打破 他的这个迷信 就告诉他 好人不一定有好报 但是即使没有好报 你仍然要做好人 这才是真正的 对道德的透霄的理解 然后孔子又举了个 笔干的例子 说笔干不是很智慧吗 笔干多聪明啊 笔干是伤罪王的叔叔 对吧 新教笔干多一翘啊 对吧 那是很聪明的表现啊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很笨的话 对吧 一翘不通 对吧 那这个成语 这个话翘从哪来的 就从笔干这来的 最聪明的人了 笔干认为作为一个大臣 如果天子残暴无道 我既不能隐居 离开他 也不能装服卖啥 求活命 我一定要尽无自己的责任 要劝他 要改变他 可是那个罪王是难道是很容易改变的吗 最后的结果是罪王非常生气 然后跟笔干说 我听说圣人的心有蹊跷 这个地方的圣人就是聪明人 知识多的人 我想把你的胸膛破开 把你的心挖出来看一看 是不是真有蹊跷 就把笔干给杀了 你看 举了三个人 博弈淑琪还有笔干 博弈淑琪是人者 笔干是智者 人者是饿死了 智者是被杀了 结论是什么 你有人 你有智 但是你不一定有好下场 这是结论的第一步 但如果你说 是人 是智者 不一定有好下场 不一定有个人的好结局 那好 我就不仁不智 那就很糟糕了 如果这样想 就是小人了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前提上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人者 做一个智者 我不一定有好下场 但是我仍然要做一个人者 仍然要做一个智者 仍然要追求我的道德 那你就变成君子了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这就是十字路口 你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以后 你 孔子告诉你 这边是通向人的 这边是通向智的 但是前面可能有很多苦难 你走不走 小人就绕道不走了 君子就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人生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这是子路 那么孔子对子路进行了这一番教诲之后 他又叫了进来第二个学生 子够 子够姓端木名次 叫端木次 自子够 他把这个端木次叫进来了 那同样的问题 问端木次 说实际上有两句诗 不是老虎 不是犀牛 为什么却在旷野 颠沛流泥 为什么不能够暗居落叶 为什么不能够过一种安田的生活 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有今天这样的一种结局 子够是怎么回答的呢 如果说子路是从自身找问题 那子够就从什么找问题呢 从社会找问题 他说老师啊 你的道太大了 太高了 因为你的道又高又大 所以天下不能够容得下你 天下还比你大了 你比天下还大 你的道那么大 你的道那么高 可是普通人达不到这个境界 一般的诸佛王不能理解你的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下场 这个子供啊 子供讲的是有道理的 子供讲的就是他们的经验 孔子不管是碰到魏宁公也好 碰到陈敏公也好 等等碰到这些国家 包括以前碰到齐景公也好 他跟他讲的都是最高的政治境界 最好的政治 最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子 而这些所谓的 三流的 四流的 墨流的君主 诸侯 他们志向上 首先就达不到孔子的境界 他们的智力上 也无法理解孔子的境界 他们在道德上 更不愿意去实行孔子的境界 谁是孔子 孔子是谁 曾经是万事师表 曾经是妄恶之源 被神圣又被妖魔 被追捧又被边缘 一个中国最古老的知识分子 一个不断在现实世界中 寻找精神家园的践行者 一个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符号 他的人生迪宕和精神起伏 成为千百年来 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 我们因为他激昂 我们也因为他而沮丧 他成为一个民族的千年情节 简不断 历乱 到底谁是孔子 孔子到底是谁 十六集大型系列电视演讲 说孔子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子研究专家 鲍鹏山 将为您讲述一个 原原本本的 孔子 一个下等的君主 碰到一个最高的圣人 他们之间怎么能够融合呢 所以孔子说 老师 你的道太高了 以至于天下无法容纳呢 的确是他们多年周游列国的经验总结 因此 子贡给孔子提出了一个建议 老师 你能不能稍微把自己的道放低一点 这样别人可能就听从你 你现在的道太高了 别人够不着 那么从道德的和社会之间的这么样一种关系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子贡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道德标准如果太高 而社会的整体的道德水平又太低 那么这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对社会的这个道德的这样的一种教证的作用和引导的作用就减弱了 连带离得太远吗 对吧 我们知道物体之间也是这样 两个物体离得越远 两个之间的吸引力越小吗 但是 在孔子的时代 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 在孔子的时代 主要的问题是 这些诸侯们 这些执政者们 这些当政的这些统治阶级的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 已经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了 那些君主们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来 动不动就杀人 杀了人他就愉快 不杀人他就郁闷 所以他们已经在道德的底线之下了 所以 子贡经理话讲的话 也是有问题的 他正确的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太大 但是他错误的判断了什么来 是我们的道太高 他没有认识到 是诸侯们的 是这些统治阶级的道太低 那么孔子还是在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之外 孔子还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道里面 我们坚持我们这样的一种理想 哪怕我们这个理想不能够纠正这一个黑暗的世道 不能够对这些君主们 对这些国王 这个国君们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至少我们可以告诉他 你们是错的 你们是有罪的 我可能不能约束你 但是 从道义上讲 我可以指责你 我可以起诉你 我不承认你是对的 你是错的 我没法改变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你是错的 谁会需要这样的东西啊 这叫什么 这就叫做价值判断 虽然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 我们无能为力的东西 它就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就认证 这是对的 这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个人类就不会进步了 对我们有些不能够改变的一些腐败的现象啊 一些黑暗的现象啊 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啊 我们可能一时不能改变它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 在价值上一定要认识到 它是错的 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变它 所以孔子的很多的政治理想 确实得那一个时代 不构成实质性的有效的约束 但是他得那一个时代 做了一个判断 然后他告诉我们 那一个时代的那些诸侯们 都是有罪的 都是错的 这很重要啊 知识分子 他的价值 他的社会左右就在这个地方 知识分子不是要自己一定要拉着一把枪去冲上前线的 知识分子就是要告诉社会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就要给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 孔子此时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那么子宫说 老师你把标准降低一点 那降低一点 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孔子对于子宫的话 尤其不满意 比对子路还不满意 对子路只是说你认识有问题 对子宫那就不光认识有问题了 你的志向有问题 你的境界有问题 所以他对子宫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你 今天不想着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不想着去提高自身的人格的境界 不想着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 然后想尽量的去改变这个社会 你猜猜相反 你想的是和这个社会同流合污 端木刺 你的这个想法很危险 你的境界不高 你将来不会走得很远 这是警告了 如果你一直这样 你不改变这种观点 你将来不会走得很远 你将来不会走得很高 你将来不会变得很大 你很久不见了 你将来不会走得很远 你将来不会走得很远